你好 欢迎收看8月3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路易慧 2020花莲县原住民族联合丰联节的主题是反哲赖金天 8月21号到23号将会在花莲县立体育馆旁边的德新大草坪来举行 县政府8月3号在台北举行记者会 由县长徐正蔚亲自邀请全国民众一起到花莲来体验丰富美丽的原住民族年度盛会 花莲县长徐正蔚身批情人带带领着阿美族勇士向全国乡亲报信息 县长表示原住民族联合丰联节是全国最具特色的月舞节庆 展现了花莲六大原住民族群的文化之美 联合丰联节即将在花莲8月21号22号23号来展开 每一年花莲县都非常非常用心将我们美好的原住民的文化 与大家来分享以及介绍给我们所有全国乃至到世界的好朋友 能认识我们在地美好的原住民文化 尤其是它是台湾最美好而且最有活力更具有原动力的文化 所以在这里这位今年一样跟我们所有的头目 以及所有的感恩感恩到花莲来邀请全国的来宾 另外从去年前年因为花莲是全世界南岛屿系的花园地 去年我们邀请了毛利族 前年邀请了夏威夷 而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今年我们特别邀请了台湾在地阿里山的我们的周族 来到花莲跟大家分享原住民文化之内 也来到花莲来祝福我们所有的部落 丰年节快乐 联合丰年节的大会舞是活动中万众期盼的时段 8月3号的记者会也由县长徐正蔚 带领着现场贵宾预先学跳今年的千人大会舞 反再来今天 希望为期三天的原住民联合丰年节 大家可以尽情的展现舞异 2020花莲县原住民族联合丰年节 8月21号、22号、23号三天 将在县立体育馆旁的德新大草坪举行 为了迎接广大游客 县政府也规划免被接驳沾车到现场 每20分钟有一班 总共三条路线 另外县政府也率先全国推出了多元支付融入大型活动 130个原住民农特产及手工艺的展售摊位 都设有多元支付功能 也欢迎民众可以持三倍券到花莲来消费 一起推动观光振兴经济 记得金鸿一台北市报道